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在我父母家 所以我这个背景又换了 所以我现在一个人 在一个四千五百尺的大房子里面住着 我说这个不是想炫富 因为福利达房子很便宜 四千五百尺也没多贵 但是我觉得 我好像住进了一个鬼屋 因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我一个人在漆黑的客厅里 看着视频 水龙头有点漏水 不时地传来 滴答 滴答的水滴声 突然 我旁边的台灯亮了起来 发出有嘶嘶的声音 台灯 忽明 忽暗 非常诡异 然后 我向窗外望去 一个巨大的黑影 发出的风吹 原来 只是一只松鼠而已 好了 以上就是 回家的故事 怎么样 大家喜不喜欢这个张震讲鬼故事版的 琳达讲故事 好了 不吓大家了 我们还是开始我们今天真正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琳达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我的讲故事系列 所以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 因为好久都没给大家讲故事了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比较有娱乐性的吧 起码应该对你们是有娱乐性的 对我其实很丢脸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酒后断片的故事 那在讲这几个故事之前呢 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酒后断片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我知道 大家经常看我的视频呢 都会跟我说 我 就是做人处事啊 什么的都还蛮有条理的 而且大家也把我当成榜样 虽然我并不觉得我能做谁的榜样 但是我还是有一种责任感觉的 如果我说一些 我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 大家会不会觉得啊 这件事情就是OK的 不一定是效仿吧 但是觉得啊 可能既然Linda可以做我也可以做 所以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这么想 但是我还是想提一下 就是酒后断片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大家千万不要效仿 我把这个几个故事讲出来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借鉴 因为大家从我的故事里面 就能听出来这个酒后断片 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 是多么丢脸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三个故事期都非常丢脸 我觉得人一旦断片了 就基本上除了丢脸没有别的了 就因为你不记得你会做什么事情 你也没有意识你正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往往会做出来一些很糗的事情 所以呢 也提醒大家 饮酒要有度 我觉得就稍微上点头啊 就是调剂一下气氛是可以的 但是醉酒或者是宿醉 或者是断片真的就尽量避免吧 我虽然是这几次真的有断片 但是我每次喝酒断片 都是跟我非常熟悉的人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处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情况下 我才会放纵自己 并不是说我一出去喝酒就喝醉这样 其实我很少喝醉酒 也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呢 我一放开就容易醉 但是我真的是因为跟很熟很安全的人在一起 我才会喝醉 才会断片 所以就先做一下公益广告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第一个故事 我就从时间顺序开始啊 就我第一次断片开始 这个真是我觉得最糗的 也是最对不起朋友的一件事 因为真的做了一些 甚至是很伤朋友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一次我真的觉得特别愧疚 我当时去一个朋友家参加聚会 然后那天其实也没吃多少东西 我们就是一个party 大家知道party上面 其实不会真正的吃东西 就是喝红酒 然后有一些cheese啊 有一些小饼干那些的 所以呢 肚子里头说实在话 好像没有多少东西 然后呢 我也是因为跟一群 其实挺熟悉的朋友了 然后又是在朋友家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安全 然后呢 喝的喝的就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喝醉了 其实那一天 我并没有觉得我喝了多少 我可能就是喝了几杯红酒吧 但是那个红酒呢 劲儿比较大 就一下就上头了 然后一下就醉了 就我自己都没有意识 说怎么喝醉的 我就给喝醉了 然后我就可能断断续续的记得 我在喝醉之前 我还跟朋友聊天啊 我还有点记得 我们之间对话什么的 然后后面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后面呢 我有可能有一点点印象 就一闪而过的一个镜头 就是大家都走了 然后我朋友就剩下我一个人 然后就是host的那个朋友 就是我的那个朋友家 那个女主人 他就 他当时生了一个小baby 然后他就抱着他的baby 把我带到他们的客房 就跟我说 这是床 你就在那睡就好了 什么的 然后就把我安顿好 然后其实我觉得 一个人在醉酒的时候 就是醉酒以后 他还是能跟正常人一样的 function的 他还是能跟人对话 只不过你不记得而已 所以我记得当时 可能他也觉得我没有那么醉 当然肯定是不能开车了 所以他就让我在他家留宿 然后我就记得 我早晚上半夜起来 就特别特别的难受 然后就想吐 我就摸着黑 因为也不熟嘛 我就摸着黑 到他家的那个客房的 那个卫生间去吐 然后呢 但是吐的时候呢 因为是黑咕隆咚的 然后自己可能神志也不太清楚 然后就吐的到处都是 但是我当时就是脑子昏昏沉沉 我记得我是有清洁过 就是拿那个他们家那个卫生纸啊 就把地上或者是吐到马桶边的 那些东西都清洁过 然后我就把那些东西都丢到马桶里面一冲 然后就连夜就给走了 因为我 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是可能觉得比较丢脸吧 所以就等于是半夜就逃跑了那种感觉 然后半夜我就开上车就回家了 然后第二天呢 我还是照常去上班 上班的过程中 早上我那个朋友就是 host我那个朋友呢 就打电话来给我 他说你记不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 我说哎呀真对不起啊 我昨天喝多了什么的 然后因为今天早上还要早起上班 我就没跟你打招呼我就走了 然后他说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事情 他说你记不记得你昨天晚上都干什么了 我说啊我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赶快打电话给谁谁谁吧 你昨天晚上跟他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 我就觉得很就是惊了一下你知道吗 因为我完全都不记得 我有说任何就是不好的话 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基本上从来不会说别人坏话的 我也其实这不是我自夸 我真的没什么坏心眼 所以我都想不到我能对别人说什么坏话 而且还是当着人家的面说的 而且那个朋友是我们都很熟的朋友 不是说就第一次见面或者什么的 然后我说我说什么了 他说哎呀我都没法跟你复述 然后我说啊真的 我说我到底说什么了 他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是瑜伽教练 他是普拉提教练 所以身材非常好 但是呢就可能胸呢就稍微差一点 就是那种很瘦的女生 然后他说你就跟人家说 说你到时候生了孩子以后 你的孩子哪够吃吗 什么的啊我的天哪 我就不知道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酒后吐真言嘛 所以我说的肯定是我在心里面想的 但是我真的发誓 我想都没有想过他胸部的 我都没有注意过他胸部 你知道吗 就是他没有说那个话的时候 我都没有意识到说他是平胸的那种 就是连潜意识都没有 可能是潜意识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想过说 他是很平胸的那种女生 因为我的胸也不大啊 所以我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人家 但是还有当时我听了那个话 我就真的不敢相信 是从我嘴里面说出来的 因为我真的平常私底下都没有这么想过 你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震惊 我觉得我怎么会说出来那种话呢 然后我就觉得很丢脸 而且我很伤心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说的一些话 让朋友伤心了 而且这些这些话真的不是我本身的想法 但是人家可能觉得 你是不是私底下就这么想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丢脸 然后呢 我那个朋友就是给我打电话 那个朋友就说 你知不知道你给我们家吐的乱七八糟的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真的很抱歉 我那个晚上我也没开灯 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以为我都清干净了 他说我的Rolf Lauren的地毯 都被你吐的乱七八糟的 因为我那个朋友就是还是蛮称的 就是人家属于那种豪宅级的 然后就觉得家里面的东西也都很贵 我说啊 我说那个要不我赔你一张吧 或者是我其实我当时心里在底部 我也赔不起啊 然后我说要不我找一个人帮你清洗一下什么的 他说不用了不用了 他说那个也没关系了 反正我找人吧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些都本来没有什么 但是呢 我现在刚生了一个小baby 就我连自己本身的事还过不过来 然后就是等于是我把他们家糟蹋成那样 我就觉得啊 真的是 让我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幸免有缺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可能对朋友做的最 最不地道的一件事情 虽然不是我的本意 也不是我故意的 但是就是我对自己的行为觉得非常 愧疚 也很羞愧 所以其实这件事真的是我一直都很耿耿于怀的 我就觉得我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还蛮伤心的 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问题 就是说我有酗酒的毛病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Alcoholism是一个病 其实它是就是跟其他的毒瘾啊 什么的都算同一类的心理疾病 他就觉得你是不是一喝酒就喝醉啊 什么的就就觉得我有酗酒 其实这个真的是冤枉我了 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喝酒 我真的很少喝酒 然后即使是喝呢 我也不会喝多 那个真的是我第一次喝酒喝到断片 所以我就觉得很羞愧 就觉得都没脸再见朋友了 所以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我对他说那个话的朋友 然后呢他就说啊没关系 没关系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什么 我就跟人家又道歉啊又什么的 但是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心里面是怎么 想的就是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 我也会去想这个人是不是原来心里面就暗自在想这些事情 所以他才会喝酒的时候就后吐真言才会说出来 但其实真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是第一件 那第二件呢就比较有意思了 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娱乐性最高的一件事 就是我那时候已经回国了 在北京工作 然后呢就有一年万圣节的时候 就北京的七九八的一个工厂里面就有一个活动 那个我还记得那个活动叫什么来着什么 冰火两重天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 就是好像很high的一个party 然后它是一个万圣节的party 所以呢就大家都要穿上那种万圣节的服装啊什么的 然后不知道怎么我就收到那个邀请 然后就问我两个朋友愿不愿意去 然后他们说啊好啊去看看也好 他们都没有参加过这种party 然后我呢是因为也去了中国可能两三年了吧 然后就也挺想念万圣节的那种气氛的 所以我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那天我是穿的扮的男装 因为其实时间蛮紧的 没有太多的地方能挑那种costume 所以呢我就自己就随时乱搭了一套 就穿了一个三件套的西装 然后戴了个礼帽 然后当时正好剪了头发 我把头发就全部剪短了 如果我能找到照片 我给大家贴一张照片在这 我就想象的是三四十年代那种上海滩的大哥的那种形象 反正就是扮男装吧 我的朋友呢一个叫盈盈 这个盈盈在我的跟诈骗凡斗志动友那个故事里面也出现过 所以带着他还有另外的我们一个男性朋友叫小米 所以我们三个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盈盈是开车 所以他一滴酒都没有喝 然后我跟小米说啊行 那他不喝酒我们就可以喝了 然后我们就放开喝吧 然后因为有他们两个在呢 我也觉得蛮放心的 所以我当时呢就没有克制自己 就觉得啊反正喝醉了就喝醉了吧 没关系 当时那个活动我记得是野哥赞助的 然后他们那个买酒的方式呢 就是你要买一堆那种票 你每次去买酒呢 你就撕几张票 所以呢一去了以后 小米立刻买了一堆票你知道 因为他其实是挺爱喝酒的 也是那种挺爱玩啊 去夜店什么的 所以人家是比较身经百战的那种 但是都是很好很熟的朋友了 所以很放心 然后他呢就买了一堆酒票 然后就说那咱俩先来一个这个套餐吧 野哥套餐 然后他们的野哥套餐就是六杯的一口酒 就那种小的shop 然后他俩他说咱俩先走一个 然后就一人三杯 我俩就行 我说行 然后我俩就夸夸夸三杯干 干进去了 然后三杯完以后 我们就去那个舞池 就跳舞啊什么的 然后之后呢 就他又去买了一杯调酒给我 他说你要什么 我说提一神吧 就要伏特加红牛 所以就给我买个伏特加红牛 后来我在想 其实红牛这个东西真的很容易 就跟别的酒餐在一起很容易让你上头 就很容易把别的酒的酒性都放大了 其实红牛配东西真的不太好 但是当时反正就我记得就是喝的那个 然后把那杯喝完了呢 就再跳一会儿 然后他说哎 咱俩再去弄一个套餐吧 行 我就跟他又去了去那个柜台上 又弄了六个野哥 我俩又一人三个 又干完了 然后干完那杯以后 我记得是后面就没有再喝了 但是就从那杯以后就开始不行了 我记得是就跳舞 但是跳了跳到后面呢 我就不太记得了 我再一次清醒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记忆是我在盈盈的车的后座上 然后就听见外面有人说话什么的 然后呢就进来一个人坐到我旁边 就把那门关上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 我就意识到那是个老外你知道吗 然后就还跟人家说英语 但是就说完了以后 我也不知道说了点啥 反正就有这么个记忆 然后呢就到了第二天 好像是吧 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他 好像我还隐约记得 他把我扶下车 然后呢就掺着我 我就这么挂在他身上 然后他掺着我就 我在我们家小区那就走啊走 他说是不是这间 是不是这栋 他说到底几楼 好像是有这么个事 但是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 然后再有记忆 就是第二天早上醒来 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 我就问他 我说诶我怎么在你家住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 你不记得了 我说我不记得了 然后他就把所有的经过 又给我重新叙述了一遍 他说你跳着跳的吧 就开始就站在人家那个桌子上 开始跳 然后还跳得特别起劲 然后呢一边跳一下 一边开始脱衣服 我说诶我还开始脱衣服 他说对啊 就因为我是三件套的衣服嘛 然后就开始脱那个西装 西装脱下来以后 就开始脱那个马甲 然后他就看着我心里面想 OK如果开始脱衬衫了 就赶快把我拽下来 然后他说幸好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没有开始脱衬衫 然后我就 我说哇妈呀 我一点都不记得 真的一点记忆都没有 然后他说跳着跳着 在那个桌子上太显眼 然后人家工作人员呢 就把你拽下来 然后呢把我拽下来以后呢 我就开始跟旁边的 因为那一个活动 其实老外很多 所以都是那种穿着 西装衣服的老外 然后呢他说 你就看见一个老外 就跟人家跳舞 然后呢就跟人家合影 然后反正就逼一拔 他说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啥 反正就是跟人家对话 然后就特别热情 反正看见一个老外 就跟人家跳舞 然后我就在相机里面 看到各种各样不认识的人 都是跟人家老外 在一起照相的镜头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这是我昨天照的吗 他说对啊 你拽着人家照相啊 然后跟人家跳舞 跟人家唠嗑 然后我说 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 这些人我根本见都没见过 他说反正你昨天晚上 跟人家聊的挺嗨的 天哪 等我们要回去的时候呢 我跟小米都挂了差不多 然后我就在后座坐着 然后小米在副驾坐着 他说我们两个人 轮流着开车门要吐 就是他刚走一两步 我们俩就停 停 然后就拉开车门 就哇哇吐 然后呢 等我们刚一关车门 他刚一开始走 然后另外一个人啊停 然后又拉开车门 又哇哇吐 反正我们两个人就轮着 就这样吐 不过他说我们两个人 还挺有良心的 都没有吐到他车上 都还知道 有意识说 要拉开车门吐到外头去 然后呢 那一天刚好是下着额毛大雪 天气特别不好 然后他就开着车呢 就反正一点一点往前挪 然后呢 就突然有个老外呢 就把他们拦下来 就敲车门 说能不能载他一段 把他载到 从那个七九八出去 然后载到大路上 让他打车 然后他说好吧 那就载你一段吧 然后那个老外就上来了 所以就有了我之前 记忆当中的那一幕 然后他说那个老外 好像是卖奔驰车的 还是什么 反正就还聊了两句 然后呢 把那个老外送下车以后 就先送我回家 他就架着我在我那小区里头 就来回就那几个楼 在那绕啊 因为他有到楼下接过我 但是他没有上去过我家 所以他不知道 我家到底是哪几门几号 然后呢 我就乱给他指 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 是几门几号 就是我清醒的时候 我都没有办法告诉他说 我们家是几楼几号 因为我真的不记得 那个门牌号 我只记得那个家在哪 所以我就乱给我说 哎就这件 反正就绕了半天也没找着 然后他就哎算了算了 还是先把你弄到我家吧 所以他就把小米送回去 然后把我带到他家 反正就把我安顿着睡下了 我第二天早上才醒来 啊所以呢 这个是我第二次 断片的经历 第三次是我跟我老公在一起 那个时候还不是老公 那个时候其实刚刚 我们两个刚刚开始交往 可能才刚刚开始交往 一个多月好像是 我也忘了 反正就是交往时间不长 然后呢 我们那一次呢 就是晚上要去一个夜店 因为那一次呢 好像是那个夜店 有一个什么活动 所以他呢 已经一早就把票都买好了 如果没有票呢 是根本进不去的 然后他还约了他的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呢 之前也见过一次 所以也不算是完全陌生人吧 然后我们就准备去 我在梳洗打扮呀什么的 然后等我们都弄好了以后 就其实在等他那个朋友 就在那个时候 我妈突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说我四舅去世了 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 那个脑子就嗡了一下 就觉得特别不合适 因为我四舅才五十多岁吧 我记得好像还不到六十 当然我知道他身体是不太好 但是没有想到他那么早就走了 而且我跟我四舅感情还是蛮好的 我四舅就是表面很严格 但其实私底下对我非常好 好 我先不好意思 我先冷静一下 我就感觉到当时脑子疯了一下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 说给我老公听了 然后他听了以后呢 他说啊那没关系 你要是不想去的话 我们今天就不去了 然后我说不 我说我要去 因为我 其实当时有两个理由吧 算是 一个是这个活动 他已经期待了很久了 而且又约了朋友 所以呢我不去就太扫兴了 就我不去他肯定也不能去 那他朋友一个人去也不太好 另外一个是我其实是想去 让自己就不想这件事 就是让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吧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当时有一个 想法就尽头有个潜意识 就是我想喝醉 我想用酒精麻醉自己 其实我以前还不理解 就为什么有人会 好像借酒消愁啊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酒能消愁吗 但是确实是可以用酒精麻醉自己 就我那一天才真正理解了 确实是喝酒可以缓解 而且很容易醉 所以呢其实那天我并没有喝很多 我们去了以后呢 我记得我就喝了一杯还是两杯调酒 我平常的酒量没有这么菜的 其实倒不是说我有多能喝酒 但是也不至于说喝一杯就醉成那样 但是那天呢我真的就是 而且我觉得可能有点喝的太猛了 我就是等于是一杯酒 就那么灌进去的 所以呢喝完那个我就马上就上头 上头呢我就觉得不舒服 我就想去吐嘛 所以就去那个厕所里面吐 然后之后的事呢 反正也是记得一个小小的片段 但是不记得太多了 然后后面就是我老公给我叙述的 然后就把一些小片段串起来的 那我进去以后呢 我记得反正就吐嘛 扒在马桶上吐 吐完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累 我想就闭一下眼睛休息一下 结果据他们说 这一下闭眼睛 其实不叫休息 叫宿醉在马桶上 然后已经好像有差不多20分钟 据我老公说 好像是很多女孩子在外面嘛 他们就看着这一个 怎么早老是不出来 人家有很多人要排队上厕所的 然后他们就使劲敲门啊什么的 就我也不开 然后可能是从底下一看啊 这个女孩子已经坐在地下了 就知道是喝醉了 然后呢就把保安给叫进来了 然后保安呢也是敲门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最后是怎么了 反正我自己最后是醒来了 醒来了以后我还很若无其事 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就把门打开了 我也没有注意周围人的眼光啊什么的 因为自己脑子也不是很清醒嘛 然后就我也其实不记得 是保安把我嫁出去还是什么 但是据我老公说是保安把我给嫁出来的 那个时候当时因为我去那么长时间 我老公也很很担心啊 所以他就跟他朋友在那个外面等着了 就是他后面已经知道说我在这个 其实就趴在马桶上睡着了已经 然后呢他们就已经意识到说 OK这个夜店待不下去了 因为在美国那个夜店或者酒吧里面 如果有人诉罪的话 那一定是马上就被扔出去的 就不会让你在这个里面逗留 所以只要有人有喝醉的迹象 马上就叫你出去 所以呢他们知道也待不下去了 他们就在外面等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个片段 我依稀记得就是我出去的时候 我老公已经在外面等了 然后他一见我出来 马上过来就把我掺过来 就是掺着我这样 然后我们就这样被夜店给赶出来了 然后呢他跟他的朋友就商量说 因为人家刚到了就发生这种事 就是其实喝酒还没喝尽兴 他跟他朋友就商量说要不去你家再待会吧 就是去他的朋友家 我们就打了个车 我呢就坐在后座上最靠车的这边 然后我老公坐中间他朋友坐那边 然后我就趴在那个车窗外面 因为我难受嘛 所以就把车窗摇下来 然后就把头呢探到外面去 就是好瘦一点 我其实不太记得了 但是好像是有这么件事 就是旁边呢就有一个车 一个大奔上面坐着四个小男生 就那种可能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这样 就开过来开到我们旁边 然后看见我就是那样子 然后把头探到外面去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就笑我你知道吗 然后就说啊 she's so drunk 就是在那边嘲笑我 然后我老公呢和他朋友在那边也是笑的不行 然后我就呢在窗外就伸出头去跟人家理论你知道吗 然后就特别扯子上的跟人家说 I'm not drunk 就跟人家就理论这样 然后还跟人家说脏话你知道吗 其实我很少说脏话 我在现实生活中都很少 就是我真的很生气的时候 我都真的很少说脏话 我不是一个喜欢说脏话的人 我觉得说脏话特别掉价你知道吗 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 也许真的是我心里面那个恶魔吧 然后我就还跟人家比宗旨 然后就就这样跟人家说 哦天呐 我就觉得后面我听了以后真的太丢脸了 然后呢就我老公跟他朋友在那边就哈的笑 就就觉得特别搞笑这件事 然后呢我们就去了他朋友的公寓 我就记得他们两个把我架的中间 因为他朋友公寓是要上一个楼梯 然后再去到他的公寓里面 然后晚上其实公寓里面特别的安静 所以呢整个那个楼群里面根本没有一点声音 所以我的声音就显得特别的大 然后呢我就开始哭 就开始就嚎啕大哭你知道 就啊就在那哭 我记得他朋友跟我老公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能不能让他小声点 我刚搬进来 我怕管理员听到 然后觉得他怎么怎么样 然后把他赶出去你知道 就说小声点 我刚搬进来跟人家还不熟什么的 我不想惹的邻居投诉我 其实现在想起来真挺丢脸的 然后呢我就去了人家家 去了家里面呢 我就趴在人家的地板上 就开始嚎啕大哭 然后就就就说啊 我再见不到他了 然后什么什么 他对我那么好 就反正就是哭我自救呗 我老公也跟他朋友解释了 说啊他刚刚收到消息什么什么的 反正人家也理解 然后他俩呢就 我记得他俩站在那儿 然后一人拿一杯啤酒 我反正就在喝啤酒 然后我就趴在地下嚎啕大哭 我觉得其实挺尴尬的 因为我老公也好 他朋友也好 其实这个东西你怎么劝呢 你没法劝对吧 就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劝 尤其是男人 我觉得可能也不太擅长 反正就是他俩就很尴尬的在那边 然后就聊天 然后我就趴在地上哭 然后哭完了以后呢 就我也忘了 到底是怎么回的家了 反正就是他俩可能喝了瓶啤酒 然后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然后就把我带回家 就是这样 所以自从那件事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喝醉过 就是我那件事以后 其实也觉得挺丢脸的 而且我想一想这三件事 没有一件事是有什么好的下场 就是其实你想达到的目的 没有达到 你也没有好好地 enjoy你的这个party 然后呢 反而还给别人带来很多困扰 所以呢 就是大家真的不要喝酒 喝到宿醉 喝到断片 这真的是不好 而且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 虽然我当时都跟自己觉得 很安全的人在一起 但是你能料到会发生什么事吗 也许你的朋友没把你看好 一下就被坏人钻了空子 也说病 所以就大家真的不要 就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吧 所以呢 就是在那之后 也不用说戒酒了 其实我一直都不喜欢喝酒 我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我不喜欢喝酒的那个味道 我也不喜欢喝醉酒的那个感觉 那几次呢 真的是觉得应该调节一下气氛 然后放开了 但是其实调节气氛放开 根本不需要喝醉酒 所以后来我就再也不怎么喝酒了 所以这就是我喝酒断片的故事 希望大家觉得这一期的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听到更多的故事 或者是想继续收看我的更多内容的话 也可以点击下面的订阅键 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及时收到我最新更新的视频 还有关注我的微博 在微博上跟我互动沟通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